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 不管什么级别 目前大盘指数 日线还属于第一类买点附近 第一类买点在本级别 日线只存在超跌反弹行情中 而从每日的涨停板统计分析上看 涨停的数量与质量也与当下的行情相符 最近的涨停板个股几乎属于两类 一 经过长期下跌的前期腰股 如下图所示特立A日线走势图 二 长期下跌后 近期出现急速暴跌的超跌个股 如下图所示通达股份日线走势图 这两类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也就下跌幅度超过60-70%以上 换而言之 当下只有反弹 没有任何反转迹象 因此 策略依旧是两种 一 空仓观望 二 清仓联手 而三大指数中 护身300指数上星期 还属于缺一个新低的 目前已经打了新低下图位置零 也就是第一类买点 至于是否继续创新低 这里不好判断 一类买点的反复不缺定性 下图是 护身300日线禅论结构图 因为护身300指数代表平均数值 只有它平稳了 市场才可能有机会 因此 大方向还是紧盯护身300 当然 目前只存在小级别的反弹行情 反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周时间行情也改变不了什么 清仓联手的 只有一种思路 朝一区的 自打盘指数下跌以来 确定站上一区的个股 其实下跌幅度有限 比如 中国软件最近都没怎么跌 下图所是中国软件日线走势图 中国软件代表科技类于未来新兴类个股 而最近赴美股上市的中概念个股中 拼多多发行价过高 近期股价已回到发行价上方 未来汽车上市三日股价三倍 去头条上市首日涨幅128% 等新兴行业个股 近期都涨幅不费 当然美股还处于牛市状态 下图为美股拼多多30分钟禅论结构图 美国向来是科技的代表 新兴科技行业在美股蔓延 是否是燃烧A股 还需要时间检验 但至少目前科技类股票存在一定的希望 清仓联手的可以适当关注 相对于股市的半死破活 西市就活跃很多了 基本可以定义为期货牛市 下图为 原由期货指数60楼走市图下图为 罗恩期货指数60楼走市图从目前上看 A股 美股 其实目前正是冰火两重天 煎熬 痛苦 快乐不计就 是当下最好的表述吧 不同的行情采取不同的策略 是否大起大落 就看你对你的操作模型的熟练度问题了 此刻 行情疲软 正适合清仓练练心理素质 不能老是等行情起来后 再去上涨中练习 这样几会成本就昂贵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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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阳 corn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